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2公里处的乌山空军基地 随后返回了位于关岛的基地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指挥海军上将哈里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的远程轰炸机飞过韩国上空是要向外界宣示 美国对其盟国包括韩国和日本等国的承诺 以及美国方面捍卫盟国和美国本土的意志如同铁打一般 韩国联合通讯社说 美国正在考虑在朝鲜半岛水域部署一艘核动力航母 就在美国的轰炸机出现之前几个小时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鲜境内发表电视讲话 他说星期三进行的清淡实验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应有的权利 任何别国不得干涉 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墨西哥独销古兹曼落网前数月 美国演员西恩潘在墨西哥采访了他 就在古兹曼被墨西哥当局逮捕后的第二天 这篇采访报道于周六晚间发表在滚石杂志的网站上 古兹曼主动对潘骄傲地说 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贩卖的海螺因 冰毒 可卡因和大麻都多 我拥有潜艇舰队 飞机 卡车和船 潘形容古兹曼全无歉意 关于贩毒 古兹曼说 没有消费就没有贩售 事实上消费与日俱增 所以毒品也就能一直卖下去 在过去的14年里 古兹曼两度越狱 去年7月11日 他通过一个偷挖的长达1500米的地道 从牢房爬到了附近的村镇 从而再度越狱 一些关注叙利亚局势的团体说 叙利亚西北地区一个反政府力量控制区星期六受到空袭 导致数十人丧生 其中包括平民 反政府武装以及囚犯 总部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 至少39人死于空袭 在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努斯拉阵线控制的马拉特努曼地区 一家法院和邻近的监狱受到空中攻击 有消息说还有数十人受伤 努斯拉阵线是一个力量相当强大的圣战组织 谋求在叙利亚的领土内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治理的国家 数千名香港市民响应香港支联会星期日下午举办的游行 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政府政治绑架香港铜锣湾书店的五名相关人士 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们 这家独立书店除了收买各种历史和文艺书籍以外 还出售中国境内无法出版和发售的政治书籍 吸引不少中国大陆的游客到那里购买禁书 十日上午九点多 北京国家信访局接待处四周路口有许多警车 附近有许多民众停留向国家信访局方向张望 成队的警察在国家信访局外面警戒 附近地铁出口有警察盘查外地人身份 这次访民集体上访是元旦上千访民 到国家信访接待单位请愿以来的最新一次活动 据悉以一租宝投资者为主的上访群体 他们呼吁全国访民星期天到北京集体上访 元旦当天国家信访局外面聚集了上千访民请愿维权 最近几天海外互联网上出现了一则视频广告 号召全中国访民在1月10日全国维权日 8时30分到国家信访局维权 定于星期三开奖的美国强力求乐透奖的总金额 预计将多达13亿美元 美国多州联合彩票协会说 星期六开奖后没有人的彩票六位数字全中 联合彩票协会说中奖的几率将近三亿分之一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VOA卫视的全球要闻 平壤宣称成功试报清淡之后 金正恩首度露面 美军出动B-52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 香港铜锣湾书店员工被失踪 数千香港市民上街游行抗议政治绑架 美国国务院表示失踪事件令人感到不安 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1月10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今晚海峡论坛要请专家带您深入的追踪 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案 究竟谁是幕后的指使者 那么下半场要带您关注平壤宣称事报清淡之后 美中淘关系和东北亚情势的最新发展 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 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 请到节目来参与讨论的来宾 那么今晚在台北参与讨论的呢 是台湾国安局第一局的前副局长 萧台福 萧先生 我们请萧台福 萧先生到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讨论今晚的话题 萧先生您好 萧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感谢萧台福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 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 谢谢博弈 欢迎萧台福先生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今天很高兴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已经要先到的来宾是 公民力量主办的公民艺报的主编 王雪莉女士 雪莉女士 欢迎来到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的观众好 主持人好 好的 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 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在中国大陆听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海峡论坛 今晚上半场的讨论 香港铜锣湾书店的五名股东和员工 相继被失踪 引发了国际关注 香港支联会及泛民多个团体 新今天举行了抗议政治绑架 捍卫一国两制的游行活动 有大批的香港民众响应 那么并要求中国方面要释放 这书店的五名人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近期五表示 此事令人感到不安 他还说 美国和香港人一样的关注 这起失踪的事件 而进入最后一周的倒计时的台湾大选 也没有忘记关心此事 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强调 言论自由是普世价值 希望北京当局能够厘清外界的质疑 确保香港的言论自由 那么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怡则表示 这证明了台湾应该要珍惜 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制度 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肖台福先生 因为您曾经在国安局认识 想请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一下 香港铜锣湾的书店人员失踪案 有何疑点 这究竟是不是一起涉及 中共情报机关的案件 那么如果是原因是什么 授权来自的层级可能有多高呢 肖先生 樊小姐您好 这铜锣湾书店呢 它是在香港本岛的铜锣湾 重光百货的后头 洛克道上 它的底下就是地铁的铜锣湾站 那么两年多前我去香港的时候 逛街溜达的时候 曾经过去看一下 它里头有很多禁书 请各位注意一下 香港是没有禁书的 中国大陆才有禁书 那么铜锣湾书店 跟它的母公司 拒留公司 一共有八个人 四位是股东 四位是店员 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书店老板 是现在是瑞典籍的贵民海 他是在泰国 被身份不明的人给带走的 那么11月5号的时候 另外一位股东李波 另外一位股东李波呢 陪着店长林荣基的太太 到湾仔警署去报案 那么就是说店长林荣基 还有两位店员 一位叫吕波 双口吕 吕波 还一位叫张志平 这三个人也不见了 那么这三个人呢 他们都是香港居民 但是失踪地点 是在中国大陆 那么12月30号的时候 被同事报案的 这位李波 穆子李 李波呀 在下午五点多钟 到了柴湾 他们书店的仓库去 之后呢 人也失踪了 这个李波的太太 向警署报案的时候说呢 这李波失踪 但是他收到过李波的来电 这个发电地点 是在广东的深圳 可是李波的护照跟返乡证 还在家里头 这是很奇怪的事 那么一开始失踪的四个人呢 虽然大家马上怀疑说 这个可能是被中国大陆逮捕了 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来证实 可是这第五个人李波失踪 可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是持有英国护照的香港居民 而且是从香港失踪的 但是从深圳打电话回家 用普通话 向他太太报平安说 我是用自己的方式回返回内地 那么各位请注意 这个里头的问题啊 广东人有一句话 他叫做同声同气 咱们大伙什么时候听过俩老广 站在一块的时候 讲国语讲普通话了 没有过 这就跟俩上海人俩四川人 站在一块 他一定是用家乡方言讲话吗 那现在居然 先生跟老婆报平安的时候 不用他自己熟练的语言 而是用普通话 那么这就意味 他讲的话 是要让边上的人 能够听得清楚 能够听得懂 这个在我们情报术语里头 讲叫做监控下的通话 那么谁最有可能在边上监控呢 国家安全部 所以现在我们判断 这个案子涉及 中共的情报机关 就由这儿起 那么据报道呢 这个书店原理出版 习近平他的情史跟情人 这种隐私性的内幕书记 失踪之前的李波 曾经跟别人讲过 说贵明海为了要出这种书 已经收到过警告了 照这种情形来看的话呢 大概是中共方面 有人不愿意这种书出版 而且想要把这个有关的资料 给收走 那如果是我今天负责办这个案子的话 我也会问的 你这资料哪来的 书稿是谁写的 有没有人在背后主使你们呢 你现在一共印了几册呀 这些书都放哪去了 那可能大概是前头裸走的四个人呢 你问了俩月也没问出什么东西来 所以最后就把李波第五个人给抓了 刚刚您问到说是这授权的层级有多高 是的 在没有文件证明或者是有任何一个人出面澄清之前呢 大家只能够推断 那么我个人的判断 说这个是广东省国家安全厅自行策划批准的行动 没有到达北京的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层级 那就更达不到中共中央的层级了 这底下人乱搞 上头人总得要还顾个脸面嘛 是吧 我的判断理由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 基本法第十八条是说 中国刑法并没有包括在香港基本法里头 但是元月六号 环球时报居然说 全世界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 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 既达到开展工作的目的 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线 这就是宣告说什么 中国执法机关 他规避了法律追击被调查者了 你这不是坐实了 外头怀疑的说是 内地执法部门违反一国两制 跨境执法吗 虽然有人讲说 环石的社论并不代表中央 但是如果今天中宣部门跟环石 没有任何人为此而受到惩戒的话 那就表示没人说错话嘛 对不对 第二个就即使是讲法制的美国 一般来讲除了很重要的对象以外 他的行动对象也都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批准 甚至于外站站长有的时候就自个批准了 如果各位还记得1984年美国发生的江南案 当时台湾判刑的官员最高的层级就是中将的情报局长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大概都是在情报机关里头就决定 不会去打扰大老板 你办的好 那就是你能力行能为国家办事替老板分忧 日后另有重用 你要是办的不好 掉脑袋的是你 绝对牵手不到的老板 这是一种回避政治风险的绝缘措施 那么第三个来讲呢 就是国家安全部它不是铁板一块 很多地方上的事物是由地方国家安全厅来管的 中央不会干预 否则那部里头管不完的事 香港这一块是属于广东省国安厅管的 只是国安部的人一向霸道惯了 没什么依法行事的概念 做事的手法也比较粗糙 我想这一点比我们要差一截了 大概当时也没想到弄进来的人居然是有外国籍 结果弄出了个涉外事件 现在比较值得关切的是 礼拨的事情因为闹大了 大概不会有大问题 倒是前头那四个人 如果干事的人到的时候为了推卸责任 恐怕会从短期失踪变成长期失踪 是这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萧台福先生这么深入的分析 感谢萧先生那么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协力 刚才萧先生提到的就是说 这可能这个案子是因为中共想要阻止这个书店出版有关于习近平 情史的一些令他尴尬的一些书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案件 我想请教也是 我觉得香港的议员梁美芬曾经说 习近平他应该不会 本人应该不会用这么低级的手法来处理这个卖书的人 您是这么看的吗 另外如果他们是真的被中共绑走的话 可能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置 梁美芬 梁美芬对那个习主席看来是非常的维富 但是显然他并不是很熟悉习主席 我们身在大陆的人都知道 中共的这个这些领导人 虽然就是就怎么讲 遇到类似的事情 他们都是非常的玻璃心的 不仅是斤斤计较 而且是下肢必报 文革的时候大陆有一个叫做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呢 他有一个那个就是在那个怎么说 从六九年到六七年到七九年 根据这个数据 根据我们公布的数据 应该是有五百万 至少有五百万人被那个逮捕 然后呢有大概一百万人被杀害 对 恶毒罪取消以后 要侮辱毛泽东还是会有麻烦的 但是恶毒其他领导人呢 就比较容易麻烦 就是麻烦过去 但是到了习近平 又经常有人因为恶搞他的几张图片 或者批评他的几句言论被抓起来 可见他对自己的形象是很爱护 现在呢 同楼湾这几个人是要出书报他的情史 他能不找他们吗 人已经被抓回去了 下一步怎么处置他们 刑法现在没有恶公罪了 但是有侮辱罪诽谤罪 这类罪属于自诉罪 没人告就没人管 但是有两个意外 中一个就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包括侮辱诽谤国家领导人 不过诽谤罪和这个罪恶量刑只有三年 不知道习主席够不够消息 以前还有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现在改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删定罪的方式包括造谣和诽谤 首要份子或者是罪行严重的 可以判五年以上 当然也可能给他们安上走失之类的经济罪名 也可能迫于国际压力 下他们一段时间以后 就让他们保证不再重犯以后 就把他们悄悄放掉 总之都需要国际力量尽快地动员 感谢雪莉 从当时文革的一些历史 还有这些罪名来跟我们分析这个案件 谢谢雪莉 那么继续请教夏台福先生 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是疑似所谓的境外绑架 政治绑架的一个案件 究竟这是不是中共情报机关特有的一种做法 还是说各国的情报机关都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呢 夏先生 您分析 樊下姐 各位请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这情报机关是领有国家特许牌照的黑道组织 所以有许多外界批评 你们怎么干得跟黑道一样 那是跟黑道一个样 只是说这种行为啊 不但不会受到政府的制裁 在很多时候还会受到政府的褒奖哦 这境外绑架 我们情报里头属于情报谋略作为的一种 是许多国家情报机关都会做的事 不只是国家安全部特有 只是这种黑事都是在境外干 没有在境内干的 情报机关绑架跟盗肥绑架最大的不同 是目的不同 盗肥绑架是为了钱 情报机关绑架是为了拘禁个人的行动自由 减少他的政治影响力 或者是要从他身上榨取情报 不过政府一旦涉入了境外绑架案 经常会引起外交事件 我这稍微举几个例子 1960年莫萨德从阿根廷绑了 原来的纳粹分子爱希曼到以色列 结果引起了阿根廷抗议 1973年南韩中央情报部 从日本绑架金大中回韩国 那么引起了日本抗议 2003年中央情报局在米兰 绑架一名伊斯兰教士 在巴尔干绑架了一个黎巴嫩的德裔公民 引起了德国跟意大利两国通缉38名中央情报局官员 其中23个人还在意大利被缺席审判是有罪 那么2010年7月 伊朗的核子专家阿米利到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 为要求要反过 指控美国在14个月以前 在他沙鲁地朝圣的时候 把他给绑架了 那么这回中共拘捕铜锣湾书店的人 由于涉及了境外绑架 尽管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 在英国访问的时候就先讲了 说李波这个是中国公民 警告各方不要就这个案子做无谓的猜测 但是大陆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 国籍的认定是看当事人 你当时是持用哪一国的护照 这个是国际惯例 如果李波持用的是英国护照 桂敏海是瑞典公民 那他就不可能是王毅讲的那个大陆公民 他最多只是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的外国公民 所以这个案子现在真的是讲 已经成为国际实践了 好的 感谢萧太夫先生 这个跟法律有一些关系 那么我想请学医师从法律角度我们看 究竟中国大陆在香港 有没有所谓这个刑法的一个管辖权 如果有的话是要怎么样来处置这些人呢 刑事管辖权通常有四个基本原则 属地原则 属人原则 保护原则和普遍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六条到第九条 分别定义了这四个原则 普遍原则要求各个利益都被侵害的国际犯罪 这里不适用 保护原则必须是按中国和犯罪地的法律 都是犯罪所以也不适用 那么我们看第六条属地管辖 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处罚有特别规定以外都适用本法 而且犯罪的行为或结果 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就认为是它的领域内犯罪了 第七条是属人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之外 犯罪罪它就适用本法 这两条都有个很模糊的名词 领域 这里的领域到底是指领土还是指法律 我记得我当初学法律的时候理解的是领土 但是这个概念在香港好像一直有争议 如果说它是指法律 香港和大陆不是一个法治领域 那么中共它应该会主张属人管辖 反正它的国际法是只认血统 不认其他国家的护照的 它也可能同时以犯罪的一部分构成发生在大陆 来主张属地管辖 假设这里的领域是指领土 那这几个人就适用第六条的属地管辖 但是注意第六条有一个例外 除法律有个特别规定以外 这里的特别规定就包括了基本法 而刑法不在基本法附件三里面 所以第六条对香港不适用 我认为刑法里的领域是指领土 否则的话第六条没必要把香港这个基本法列进去 简单的说呢 如果大陆的刑法的领域像我所理解的一样 是指领土的话 那么第七条属人管辖和第六条属地管辖 都对铜锣湾书上不适用 不要说违背刑事程序的这种绑架 越境绑架 哪怕是通过正当的程序 中共也没有理由去捕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救援很关键 我们应该坚决要主张 好的 感谢学历分析 那么刚才萨莱夫先生也提到 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国际事件 当然英国政府有发言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也就此案来表态了 下面我们先来听一听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 他在周五的例行简报会上 他是怎么说的 对这些失踪事件 我们与香港人民感到同样的担忧 美方正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 好的 上面就是科比 美国国务院对于此案的说法 我想看这个雪丁 你怎么看美方这一次 对于此案的回应 美国那个就是 贵命海这个事情发酵以后 这个已经有几个月了 但是呢 那个一直没有什么动静 那么现在李波也失踪了 李波呢他是那个 叫什么英国公民 英国已经向北京要人 英国首相也表示 任何针对李波的指控 都要在那个香港提出 美国因为跟英国是非常的盟友 那美国在那个周五的新闻立会上 也表达了关切 要和这个香港就是说 我们很不安 美国很不安 我们和香港一样的密切的关注这个问题 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务院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表态是国务院表态 因为它是直接和中共 打交道的行政机构 国务院的表态 比国会的表态更有力度 所以我认为这四个几个人 被释放的希望还是不小 但是呢也需要国际社会 持续保持压力 好 谢谢雪莉 也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 那接下来我就就 一国两制这个问题 分别请了两位来宾 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肖台福先生 就是这一次可以说 激起港人极大的愤怒 很多人港人的这个批评 就是这次的这个事件 是践踏一国两制 还有香港基本法 那么也可以说是一国两制 等于说又再次的 被这个在香港人的心目中 这个受到了极大的不信任 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 一国两制的一个再次被 他的公信力再次被灼丧的一个情况 虽然中共再三表示 我们会继续坚持一国两制 港人制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但是各位请不要忘记 一国两制50年不变 它最初提出的时候 是只有针对台湾 没有包括香港跟澳门 只是后来为了要给台湾示范 这才把港澳包括在里头 因此在97年香港回归之前呢 西方国家针对香港可能的情势变化 曾经做过一个指标调查表 而且这个指标调查表是持续调查的 以判断香港的社会 是不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介入 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这个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香港的新闻自由 是不是受到过影响 那么中共原来是透过控制广告 刊登的方式来软性约束香港的媒体言论 但是这几年香港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 我去香港看到基层老百姓的生活很辛苦 对于港府的不满程度日渐增加 再加上内地的游客跟香港居民 在很多价值啊行为上面的冲突 那么香港现在反大陆的情况 就跟那个火药一样 一点就炸 2014年底 香港的占中运动 给中共中央很大的刺激 说我们已经回归17年了 中央投资的那么大 怎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反中共啊 所以收紧对于香港的控制 就成为了现在的一个政策 那么首先就是拿不听话的出版商啊 媒体啊来开刀 那么香港的陈中出版社姚文田啊 那2014年5月被深圳给判了十年徒刑 那么香港另外两本政论作家 证论杂志维新月刊跟脸谱 他的经营者王建民跟快中校 也在深圳的家中被带走 那么在2015年就去年11月 以非法经营罪公开受审 现在居然到香港抓人了 那么铜锣湾的人员被失踪 这个是杀鸡儆猴 你别以为你们躲到香港 我就拿你无可奈何呀 我照样能把你给弄过来 整你个死去活来 你孙悟空你再能翻 你也翻不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 不过这个做法却警示了大家 你前头刚刚讲一国两制呢 后头来抓人跨境执法 那么这跟当年毛泽东在百家争名 百花齐放之后突然间翻脸来个反右 这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么香港的一国两制 五十年不变 现在只剩下一制半了 我要是习近平的话 我就会把广东国安厅 从厅长开始撤职一批人 你这一堆笨蛋的做法 你只是在破坏一国两制的精神 你是在给中共中央泼脏水吗 是 好的 谢谢夏台福先生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想请教王雪莉女士 就是我们注意到支联会主席何俊仁 他在批评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这个大陆呢 以往是最近学乖了 不会对这个台湾大选发言 但是这一次的铜锣湾事件 却是无形中给了这个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最好的一个助选力量 那么刚刚东宁也提到 其实蔡英文也说 港府跟这个中共中央 必须要对这次的铜锣湾事件 有所交代 您觉得这个是不是 其实又是这个中共 所做的一次失败的示范呢 一国两制听上去很好听 但是这里面一开始 就埋伏了一个陷阱 中共的一国两制呢 这个国不是泛着我们传统地理意义 历史意义上和民族感情上的中国 而是特质的政治实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分别支持两国两制的政府呢 一个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一个是特区政府 也就是特殊的地方政府而已 两个不平等的政府 就注定了他们所协领的两个制度 也是不平等的 特区的制度必须让步于中央制度 这在基本法上体现得很明白 具体而言 港府对香港没有主权 没有自己的军队 甚至也没有自理权 不能够按自己的方式来选特首 所以说香港的一国两制 坏就坏在 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国下的一国两制 看上去两制是平行的 并列的 其实是不平等的 先天地位不平等 不能保障势均力痕 就不免要失败 台湾和香港不一样的地方是 中华民国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 存在更早的主权国家 有独立的治权 有独立的军队 中华人民国政府 就算要和中共谈判一中架构 也必须坚持 这个一中 或者是一中各表的中华民国 或者是历史地理上先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中国 一定不可以是不可以接受 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国或者一中 一定不能放弃主权 包括对大陆的主权主张 也一定不要放弃中华民国的国号 我为什么要强调不能放弃对大陆的主权主张 也不能放弃国号呢 香港被回归的悲哀就在于 它是一个已经没有中华国的后殖民地 无序无统 而中华民国国号法统俱在 并且是中国的正统 有句诗 一日未亡游正统 普天何处不中原 中华民国的正统是中共最心虚的 因此台湾更要保护好中华民国 这个中国又怕又爱的正统 不能将中国这个名词的诠释权拱手让给中共 中华民国是捍卫台湾和平和自由的最佳保障 一旦没有了中华民国 台湾才会分分钟变香港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东宁 好的 立刻来接听电话 零下的高先生您好 请讲 您好 您好 东宁好 博弈好 我想这个出版自由 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大家都在关心这四个五个 这三个五个外国人的出版自由 是不是更关心关心中国大陆 七千万贫苦人免于匮乏的自由呢 是不是 我想他把这几个书贩子为了挣钱也好 还是出于自己阴暗的那种心理目的 那种阴暗的心理也好 就把这个国家领导人早年的年轻时候 年少轻狂时候的一些私生活 给您编成小册子在线上贩卖 为的就是满足一些小市民猎奇的心态 作为小市民猎后是最后查鱼的残资 这是非常不道德的 好的 感谢林夏的高先生有不同的观点 稍后我们请来宾来回应 今天的时间比较紧大 尽量稍微剪短一些 不好意思 张化的姚先生在线上了 姚先生您好 请讲 两岸三地他只需要 我觉得他就所谓的只能一国一制 那个制度就是民主制度 而且这个中国却是中国民国 也不是所谓的中国人民共和国 他这个所谓这个事件 让我详细以前 那个台湾所谓的那个警备总部 能只要稍微多讲几句话 可能就被人家抓去关起来 看只能就可能 我觉得自由真的非常可贵 好的 感谢张化的姚先生 谈到自由的可贵 河北的张先生下一位 张先生您好 请讲 张先生请说 好的 再试下一位 桃园的陈先生 抓紧时间 陈先生您好 今天半天 然后每个地方都要跟着法律的 我对法律的要点是 其实有法院在上 然后他的见解是 看他要怎么办 这个讯号不是太好 我再接下一位好了 不好意思 今天有听到的话 这给我们打回来 天津的刘先生 抓紧时间 刘先生您好 请讲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想说的是 只有整个中国的出版 人身自由得到保障 咱们港澳台的朋友的出版 人身自由才有保障 关于一国两制 我想请台湾 江港朋友去 看看我们中国大陆老百姓 实际上遭受的这种 残酷的压榨和奴隶 你们就知道 一国两制对你们来说 意味着什么样的不良后果 谢谢 好的 感谢天津的刘先生 那么上半场时间有限 我想就先请在台北的 小台湖先生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回应 刚才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提问 或者跟我们上半场 做一个总结 小先生 当年一个江南案 台湾方面判刑了 一个中将局长 一个少将副局长 一个上校副处长 对比之下 中国大陆你要怎么处理 现在的铜锣湾书局事件 这就考验中国大陆的 法治精神 否则你中共喊得 震天尬响的依法治国 那不过就是个笼子的耳朵 百事而已 而铜锣湾书店 也让香港的一国两制 变成一制办 给台湾大选的独派势力 更增加了家财天火 那就是绝对不能跟中国大陆统一 因为今天的铜锣湾 就是明天的台湾 那么中国大陆 你究竟是想要促进统一呢 你还是促进台独啊 你们这不是自个儿搬砖头 砸脚吗 好的 学历 一国两制里更优越的港制 没有取代类质 反而被类质尝试 一方面是因为地位上 天天的不足 一方面是和美国和平演变 不成功一样的这个问题 你有诚意 他没有诚意 离缓他进 离守他攻 今天台湾要吸取这个教训 不能轻敌 台湾有自己的优势 就是中华民国 台湾如果把中华民国 这个资产用好了 或许还有机会改变大陆 但是台湾需要争分多秒 好的 谢谢雪莉 那么有关于香港 铜锣湾书店人员 失踪案的讨论呢 我们知道这里 就先告一段落了 下半场我们还继续 带您关注的是 平壤宣称 成功施暴了清淡 朝鲜半岛的局势 是否一触即发 这对台海局势 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一起向前行 朱立伦斗斗 朱立伦斗斗斗 I shall return 我将回来 朱立伦斗斗 好的 欢迎回到 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 平壤在上周三宣称 成功的施暴清淡 震惊国际社会 美日韩同声谴责 中国的外交部 也表示坚决反对 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在丢出震撼蛋之后 星期天 也是今天 首度露面发表讲话了 金正恩说 上周三所进行的清淡试验 是为了守护国家自主权 与民族生存权 所做的自卫性措施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应有的权利 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得干涉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美军 已经出动了B-52远程轰炸机 飞过位于南北韩边界线 以南72公里处的 乌山空军基地 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 萧台福先生 那么朝鲜人称 他们成功施暴的清淡 当然各国的情报单位 都还在确认 到底是不是清淡 那么马政府 也已经召开了国安会议 要来召开台湾的应对措施 你怎么看 各国情报台湾 好像还在怀疑 究竟是不是这个清淡 究竟重不重要呢 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萧台福先生 现在几个周边国家在那 猜测 北韩到底是不是 成功试暴的清淡 主要是因为怀疑 它的试暴当量不足 那么这个东西 因为太技术问题 各国现在还在研究当中 那我想我们似乎 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 就公开的讲说 它是或者是不是 不过前一次北韩 事报核子弹之前呢 报载说台北的情报机关在那猜 事前在那猜 它的事报日期 我当时就批评过 我说台北啊 你这不是情报研判 你这是情报大猜谜 因为你就算猜对了北韩的核子事报日期 那对我们有用处吗 北韩如果有了核子弹 有了清淡 对我们没什么影响嘛 他们会丢到我们头上吗 那不会嘛 但是如果朝鲜半岛有事 也就是说发生了战争 那对我们有影响了 因为这个是牵涉到了美国同时应付两场区域性战争 这个战略 也就是to contingency plan的应变计划 以及美国是不是还有能力在应付到很可能在接着爆发的台海军事冲突 不过呢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我们不用太担心 朝鲜半岛是不是会因此爆发冲突 因为南北韩政府从1972年5月 当时韩国中央情报部KCIA 他的部长李厚洛密防北韩建到了今日成起 南北韩之间就透过两边的情报单位沟通 所以外头你再怎么样的剑拔弩张 那个是做样子 搞宣传 私底下他是有控管机制的 除非今天金小胖 他真的说我要蛮干了 那个是天要下雨 天要嫁人 这谁也没法管了 所以呢 不管任何人今天当中华民国总统召开国安会议说要讨论北韩和子事报 我认为这个只是在做做样子 我们政府注意了这件事情了 其实没什么实质效益 好的 感谢萧先生的分析 不过看来这个美国的B52轰炸机已经到了这个朝鲜半岛 看来形势还是有变成紧张的可能 不过接下来我们想看看这个中国方面的反应是什么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三表示 北韩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再次进行了这个核试验 他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下来我们现在听听中国外交部对平壤的回应 中方的基本立场是不管出现什么变化都要坚持致力于推进半岛无核化的目标都要坚持致力于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中方敦促朝方信守并回到无核化的承诺上来 停止采取任何恶化局势的行动 刚刚听到是华春莹的回应 我想请教学历是这一次朝鲜这个宣称成功施暴 期待事先并没有知会美方或中方 那请你谈谈北京方面的回应 我们对照美上一次的发言 赋予各方冷静到这一次的强烈反对 而且这一次的强烈反对后面没有加任何尾巴 所以可见北京这是真的生气了 以前北京因为不希望身边出现一个亲美的韩国 统一的韩国 总是罩着北韩这个小弟 可是北韩除了伸手要钱制造麻烦以外 一点都不感恩 金正恩这个小偏海上台以后还挂标语 骂中共是叛徒 尤其是12月份他才耍脾气 把他的乐团召回国 北京本京还哄哄他的 1月4号才说可能宋涛会访问北韩 协调金正恩首次朝经天朝的大事 6号金正恩旁照会都不打 就放了个整栋全球的响屁 这个屁让北京非常的难堪 第一 完全不通报 这眼里还有大哥吗 外人岂不是会发现大哥影响力有限 第二 吉林德操场都炸裂了 这提醒北京中国离北韩有多近 核弹还没有打到美国 就可能先在中国爆了 核泄漏也好 核污染 都是中国进水楼台 第三 中国正在太平洋地区 树立自己的大国地位 被小屁还这么一闹 美日韩势必都要增强军事力量 日本又更要趁机要求拥合 北京想要拉拢的南韩 也会进一步倒向美国 你这不是坏我大事吗 照理是需要你签字美国的筹码 不是要你不按剧本演戏来给我添乱的 虽然中国未必舍得抛弃北韩 但从官方的舆论倾向看 应该会忍不住对他有一些惩罚措施 至少会更积极地配合联合国的制裁 好的 顺着选利的回答 我想请萧台福先生继续跟我们分析下 中朝关系在此事之后的可能发展 萧先生 那么二次大战以后 美国的军事战略 它从两个半战争到一个半战争 又回到两个战争 再降到一个半战争 经过几次的转变 那美国的军事预算下降之后 它也从win-win 转变为win-hold-win 如果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争 因为涉及美国是不是有能力 照应到台海军事冲突 所以这个是台湾方面最关切的安全议题 不过影响朝鲜半岛的因素 不是只有南北韩军事冲突一项 北韩的内部稳定 北韩的经济问题 韩日的历史争议 中朝的核子争议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等等 甚至于金正恩 哪一天他是不是脑子发热 突发奇想 这个都会是影响因素 而因为每一种状况都可能产生一连串 意料之外的连锁反应 所以这个里头最重要的 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 跟他的应变能力 是这样 好的 谢谢萧先生 那么雪莉 我们看到其实大陆的网民 对此事有很多在网上的回应 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好吗 雪莉 大陆网民的长期对于北韩 都是讥讽的态度 北韩以往的核四眼 五毛和毛粉还要出来变幅 这是基本上看不到了 清报以后 网上出现了大量的嘲讽的段子 比如调侃西安以西的 以前朱成武说过一句话 几乎可以和毛泽东比美的话 他说我们已经做好了 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 现在网友纷纷表示 朝鲜清报以后 我赶紧查地图 原来我住在西安以西 可以放心地做中国梦了 还有很多段子讽刺 中共和北韩贸合神力的关系 比如有一个段子说 北韩说 大哥有个好事忘记提前跟你说 我有清淡了 中共说 咱本事了 以后有事自己担着 我再也不管了 北韩说不行啊 我现在水平低只能扔到你家里 日本太远了 我扔不过去 中共就马上说 要钱要我尽管开口 这是 网民们的回应也蛮有趣的 还有一些网民说 中共每年给北韩几十亿美元 让他有资金去研究这个危险的项目 所以说他这个政策是长期错误的 大家也很担忧这个长百山火山爆发 以及核泄漏对中国的严重威胁 甚至有人半开玩笑的说 在股市投资反核产品这个概念股 可以说大陆网民媒体官方 对北韩这次轻爆的态度 初期的一致 以便谴责之身 对于北韩的要挟都不满 认为是重新考虑对韩北韩政策的时候了 是 像雪莉之前也讲到 迹林的操场都被震出裂痕的话 相信这次大陆网民也是敢投身受信有其其焉的 好的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博宜 好的 那么首先想请教肖太夫先生 就是关于这一次这个 因为韩国已经进行了 北韩已经进行了四次这个核事了 就每一次都是警发国际的震动 那么特别是像这个 刚刚这个王雪莉女士也提到 中国这一次可能是真的真的生气了 那美国也这个非常这个重视 拍了战斗机 日本当然也是很重视的 那这为什么究竟这一次 好像整个这个各个国家不分 这个你我都动起来 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这样 我们从地缘政治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 当两个强权接壤相邻的时候 它必然会发生激烈的冲突 所以呢在两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区 这个是避免冲突的方法 而朝鲜半岛就是中日中美 海洋跟陆地强权的缓冲地带 那么这个呢 我们讲的不客气一点 这是韩国的宿命 朝鲜半岛的宿命 它没有办法躲避的 外界常常认为是说 北韩在各国的孤立底下 只有中国大陆对它有比较强大的影响力 但是以我过去主管国际情报的立场来看呢 我认为这个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没错 今天中国大陆来讲 北韩始终跟中国大陆维持一个 叫做存亡齿寒的关系 那么中国大陆目前仍然是 北韩重要的经济跟外交支持者 北韩有90%的出口 它仍然是中国大陆 那么中国大陆是应该要有它的影响力的 但是很多人恐怕很难理解 从北韩方面来讲 北韩人从上到下都很讨厌中国人 上层是因为中国大陆搞经济改革 他们认为是背叛了共产主义 同时中国大陆跟南韩建交 他们认为这个是背叛了历史帮一 下层呢 没这么多考虑 但是他讨厌的是 中国大陆的人对北韩人那种天朝情节 那种看待穷亲戚的眼光 另外北韩的内部监视非常的严密 中国大陆很难在那个地方 搞情报活动 去吸收人员 那么另外中国大陆表示 刚刚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中方将与国际站在一道 推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这一点是北韩坚决不接受的 这个是结构上的一种矛盾 那么我们另外反过来 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 中国大陆也很不喜欢北韩 刚刚王女士也提到 第一个是中国大陆现在 北韩现在大量设核的工厂储藏 等等地方都在沿着中韩边界 它只要有一个严重的核灾变 那可能就会造成大面积的核污染 跟大量的人员伤亡 这个是把不定时炸弹摆在他家门口啊 中国大陆怎么能够安心呢 对不对 第二个是北韩的先军政策 也就是一切都是以军事为优先 不仅是中国大陆平天的经济负担 中国大陆援助北韩的东西 结果都进到了北韩的部队口袋里头 这个会让中国大陆面临更大的政治批评 第三个是北韩现在一直想要走 它的独立路线 长期的不安排里出牌 这一次北韩根本事先 世报之前不通知中国大陆 大家就可以知道 这个里头确实是有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之所以还一直 支援北韩安抚北韩 我打个比方 这就像那小孩一直在那闹的时候 大人给块糖吃 好吧 你别闹了 他之所以迟迟没有对北韩采取行动 主要还是因为担心 北韩一旦垮台可能会触发的难民潮 波及到中国大陆 另外呢是南韩统一朝鲜半岛之后 以韩国跟美国的关系 那美国势力直接到达压力将边了 这一点中国大陆大概也不能接受 因此目前以北韩的下肆对付美国的上肆 其实是比较符合中国大陆的战略利益的 好的 谢谢萧台福先生 那么我们是不是先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呢 东宁 好的 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了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接吉林的阿震先生 阿震先生您好 金江 主持人也好 嘉宾好 我是吉林的网络电视观众 朝鲜这次核实报 跟我们吉林的百姓带来了灾难 在此强烈地谴责朝鲜的金家汪潮 同时也谴责赵家向金家提供援助 才导致金家汪潮有能力搞核武器实验 同时我再说一下了 上一周讨论的题目 出版自由 言论自由是普世价值观 宁夏高先生是赵家人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好了 我就说到这了 好的 谢谢阿震先生 也希望你们那边都一切都很平安 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 请讲 老师好 来宾好 请说 首先我要恭贺北朝鲜金正恩大元帅 所领导的朝鲜人民 四报核心但胜利成功 他就是在警告美帝 不要轻举妄动 朝鲜人民是战斗民族 不是好欺负的 好的 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 不好意思打断 你们后面还有很多听众 湖北的邓先生在线上了 您好 请讲 我想说那个朝鲜 简直就是精神分裂症 说什么民族生存权 这完全就是迫害妄想 谁威胁他 金胖子才是最大的威胁 然后我要感谢美国 当年出兵朝鲜 没有让这个疯子统一的半岛 否则中国现在的威胁更大 还要感谢台湾让中华民国 能让世界呈现另外一个华人世界 谢谢 好的 谢谢湖北邓先生 河北的李先生您好 李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我不赞成阿正先生的观点 我感觉呢 首先呢 这个朝鲜的核问题呢 我们首先要问一问 朝鲜为什么要发展核武器 就是因为它没有安全感 就是因为美国使坏 它没有安全感 所以它才发挥 它才要发展核武器 其实呢 我要说呢 朝鲜半岛的 处于这种分裂的状态呢 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此呢 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 就是朝鲜半岛 维持这种分裂的状态 而且这种和平 和平维持这种稳定的 和平的这种状态 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好的 感谢河北李先生 最后一通 天津的刘先生 请抓紧时间 刘先生一两句话 跟我们谈一下 主人好 表明好 朝鲜核爆 让中国老百姓 感觉很恐惧 很担忧的一件事 但是看了 韩东宁主持的节目 我们感到很亲切 韩东宁主持的 其实让我感到 很舒服 谢谢 好的 感谢 天津刘先生的鼓励 谢谢您 那么节目之后两分钟 就请两位来宾 各一分钟来简单 做个总结 先请在华盛顿 欣赏的学历 韩国开始是这样 直接找美国谈 但是美国一定要 拉着中国一起 所以与中国 就开始流放会谈 结果这个会谈 越谈 谈了谈去 它从没有河 变得有了河 而且开始追求清淡了 但是美国奥巴马 一直采取了一个 叫做战略性忍耐的政策 这就是随便你怎么折腾 我都不理你 这一忍就忍了七年 北韩在奥巴马人上 又进行了三次核实验 一次比一次更长进 美国国内对战略性忍耐 政策也越来越不忍耐了 所以但是奥巴马 这也还是不会轻易的去 用外科手术来彻底 根捉这根源 他最可能的还是会继续找 那个中国去 让他们去调停 但是从中国的态度来看 以前北京总是想 虽然北韩耍流氓 但是他是我弟弟 这小弟都不认为大哥怎么当 问题是身边这个弟弟不听话 他是不是甘心做小弟 中共可以回归一下 自己和苏联的交往史 对照今天 这种有反叛之心的小弟 是不是还是早点干掉的好 好的谢谢雪莉 夏台湖金生最后一分钟 今天台湾跟香港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反对跟中国大陆拉近关系 促成统一 这是因为中国大陆 没有民主法治的概念 他始终是在找一些 我们有中国特色 这个理由 来搞党天下 家天下 我跟习总书记俩人 我们俩人是同年 同一个年纪 我在台湾的情治机关工作 三十年 亲身经历过台湾 从威权走向民主 从管制走向开放 从情治机关 效忠党国 注意 这是党在国之前 到效忠国家 这里只有国 没有党了 我珍惜我们今天 得来不易的成果 我不希望 今天的铜锣湾 就是明天的台湾 成为台湾 统独争议的借口 更成为台湾 日后的真实 谢谢 好的 谢谢两万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 也谢谢透过中网新闻网 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 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 就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感谢博弈 还有前台湾国安局的 第一处副处长 肖台福先生参加海峡论坛 感谢到位 也感谢公民意报的主编 王雪莉女士 在华盛顿现场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感谢雪莉 感谢主持人 感谢观众 好 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您的积极参与 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上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那么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 我们现场的讨论 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 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 并留言评论 也欢迎您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关注本周六即将投票的 台湾总统大选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国总统奥巴马将在1月12号 美东时间晚上9点 发表他最后一次的 国情咨文演讲 VOA卫视将从晚上8点45分 开始两个小时的特别节目 邀请顶级专家 进行实时点评与分析 在总统发表演讲时 我们将提供中文同传 欢迎您到时锁定VOA卫视 收看通过卫星 网播和网络 同步播出的 国情咨文特别节目 除了美国总统的 国情咨文之外 台湾2016总统大选 也进入了最后倒数的 关键时刻了 美国之音VOA卫视 将在2016年1月16号 也就是这个星期六 开票之夜的当天晚上 7点到11点 推出长达4个小时的 特别节目 除了最新的开票结果之外 将邀请来宾为您进行 深入的分析 敬请关注 也请您每个星期天晚上 9点到10点 准时收看海峡论坛节目 我是樊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 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 叶博弈先生 祝您晚安 我们下周节目 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